俗话说千人千面 有些人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人的气息 即便深处人山人海 也总能被人一眼识别出来 他们身上沉着稳重的气场 打托单人的心态睿智如雅的谈吐 即便灵活的思维都令人深深的折服 我们常会发现这种有贵气的人 无论在事业还是在生活上都格外的容易获得成功 那么如何能成为贵气之人呢 所谓贵气并不是金钱买来的 贵气贵在内而不是在外 贵气是一种品格 一种修养 一种善良 一种胸怀 有贵气的人往往有以下几大特征 朋友你好 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8日 看大西洋日落 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这句是蜀国名相诸葛亮的人生格言 他认为静思反省 可以提升个人修养 勤俭持家能让个人品德变得优秀 勤俭上进是一种自律克己的自我提高方法 勤俭上进的人很少不会成功的 而具有勤俭上限品格的家族 也很少不能兴旺的 若一个人如果总是奢靡享受 长此以往便掉入欲望的山渊爬不出来 山上也会滋长出许多惰性和消极的习惯 挥霍兼钱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乐趣 不思进取挥霍无度 整个人都是垮掉的 贵气又从何来呢 生活中我们还看见一种情况 原本贫苦的家庭 父母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接近所能的满足子女所有要求 却没能让子女明白那些物质得来不易 子女不懂珍惜也很难懂得勤俭的必要 从而将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 他们懒惰 他们自私 他们自负 他们不懂感恩 是无法成为有贵气的人的 现代心理学认为 原生家庭的作风 对一个人的内在成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贵气之人的原生家庭 通常具有勤俭上进的好家风 勤俭会杜居一切沉浸式的物质享受 懂得一周一范 当思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为坚 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 不论对待人 事 物 都保持向上积极的态度 秉承一种进取的精神 在这种品格渲染之下的人 学业事业都会很优秀 为人处事方面也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度 那么气质所呈现出来的贵气就显而易见了 从古至今 善良始终是人类最美好的品格之一 乐善好施的人常被称作有一副菩萨心肠 现实中 我们不曾日行一善 我们行善在很大程度上 是心许来潮的偶然之举 并非日行千里的长期行为 比如 哪天正巧 看见一个需要帮助的路人 而我们本身又不忙 就出手相助了 比如 哪天正好我们心情很愉悦 碰见同事求助 修改几份文件 就欣然同意了 生活中每个人都身兼各种责任 在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时 确实很难想到如何助人 然而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到处充满着挑战与诱惑 我们的眼中 随时会被那些给个人带来利益的事 吸引过去 这令我们养成了一种 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 为达目的 有意无意间会忽略他人感受 损害他人利益 所以说做一天善事容易 做一辈子善事太难 这也是我们缺少贵气的原因 而乐山好事的善良人 心里往往住着慈悲善念 他们总能不图回报的失与帮助 无意间收获了很多善意 他们的善与支持 他们的善举不但影响着自己的家人 让子女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加的和睦 子女也成长得善良而优秀 足见乐山好事的好心肠 有一股多么强大的温暖的力量 所以有一副好心肠的人 必然贵气十足 杜岳生曾说 上等人本事大脾气小 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 下等人本事小脾气大 可见能力越大的人 看上去越是谦和的 能力越小的人 脾气越暴躁 试想下 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会不会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 动辄就暴跳如雷呢 那些做大企业的老总 会不会在一个公司年会上 因为一点小误会 就互相叫骂 甚至大大出手呢 以上这些情况发生的概率 是极低的 脾气其实就是内在的情绪 无法掌控情绪的人 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有本事的人明白 遇见问题时 释放坏情绪 有百害而无一意 所以他们会控制情绪 去理性解决问题 和气生财的道理 大家都懂 在现实生活中 不论是经营一份 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 还是一个维系生机的小买卖 都需要经营者的好脾气 这个好脾气指的是 当遭遇不公 刁难 针对 污蔑等负面情况下 仍能忍耐不发 和平处理 反之 当一个人总是暴露负面情绪 会严重影响到周遭人的心情 就算是一个家庭 也承受不了经常破坏家庭气氛的人 所以老话说 家和万事性 经营事业亦是如此 坏情绪直接毁坏生意气场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试想一下 一个笑脸迎人的老板 一个是动辄发火的老板 哪个店铺我们更愿意去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人拥有和气生财的好脾气 关键在于忍 人若能忍会忍 那么一切的恶言恶语 恶意恶行 终将自动平息 越有本事的人 越能忍 他们习惯用实力说话 不喜欢把时间精力浪费在 无用的情绪宣泄上面 所以说好脾气造的好发展 也是贵气之源 曾广先文有句话 以责人之心责己 以树己之心树人 说的是 当我们懂得换位思考时 胸怀会变得豁达宽容 更容易具有同理心 去理解他人 挑剔指责别人的错误 宽恕自己的错误 是人的心理本能之一 当我们自己犯了错误 心里的慌张和悔意 已经够难受了 如果此时再被别人 不断数落 心情肯定是极其糟糕的 孔子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因此连我们自己 都厌恶承受的状况 就不要勉强他人去承受 而从另一个层面讲 通常越是层次越高的人 越是内疚 越是层次低的人 越是外求 也就是说 越是优秀成果的人 越是严一律己 宽以待人 而那些整天咄咄逼人 只知道挑剔别人的人 就会反射出心胸狭窄 自视过高的内在印象 定然会招致许多不满和憎恨 所以豁达宽容的大胸怀 不但是一种容人有量 做人有度的修养 更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大智慧 若将此智慧运用在管理上 便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管理艺术 在事项下 通常管理手段高明的上司 对待犯了错的下属会怎么做呢 他们往往会先打感情牌 肯定下属的才干 忠诚辛苦 理解包容的话 句句说进下属的心坎里 这个时候 上司在恨铁不成钢的 对下属进行情感式敲打 但不会把错误一股脑的推给下属 而是先自我检讨 没做好领导工作 豁达宽容的胸怀 不仅能让公司管理更为顺畅 还可以调和家庭成员 同事之间 亲子之间的关系 让相处更为融洽 进而达到有效的沟通 正如俗话常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方便是相互的 理解也是相互的 这次你理解他人 下次他人就会理解你 这次你给对方方便 下次对方也会给你方便 世间许多的误会与矛盾 都止于理解二字 古语说 宰相都里能撑船 一个人能承受多大事 就能成就多大事 倘若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鸡毛蒜皮 就能惹得你怒发冲冠 就很难成为做大事的贵气之人 宗上所述 想成为贵气的人 要具备前俭上进的好家风 乐善好事的好心肠 和气生财的好脾气 豁达宽容的大胸怀 这四个大特征 感恩生活理解他人 珍惜现在不惧将来 只有我们能做到这些 也能成为有贵气的人 哪怕做到其中一个 也属难能可贵了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耐心的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会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会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会